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一个家庭的麻烦并不少于治理一个国家 家如小国是每个人幸福的发源地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人一生最大的成功 在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家的房子里 往往暴露了我们的生活层次乃至一生的命运 人经营好自己的家庭永远比经营好自己的事业更了不起 房子是我们的住所也是我们生活的映射 透过一个人的居住环境 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幸福指数 一个肮脏凌乱的房子里充斥的都是负面能量 人如果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就会变得颓废烦躁 久居蓝室不闻其香 久居暴室不闻其臭 当一个人开始将就得过且过时 其生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久而久之这样的人将在脏乱岔里废掉自己的一生 相反 那些有福气的人都会对生活充满热情 他们十分注重自己的生活环境与质量 就算在平淡的生活里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正如宜坚制所云 明窗静机 有坐卧之安 整理琐碎的过程正是修整内心 擦拭尘土的过程正是净化心灵 家越干净 人越有福 房子整洁 身心皆安 有人说 宁愿要一个小而温馨的家 也不愿要一个富丽堂皇却冰冷的房子 房子的大小与家庭幸福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有的房子很小 但足够温馨 有的房子很大 但里面的人却像寄人篱下 冲突无处不在 纷争一处即发 生活中那些不和睦的家庭常常无视亲情的存在 总因一点小事而争吵不休 却不知这样的家庭风一吹就倒了 相反 一家人团结和睦 就算遇到再大的困难 也能同舟共济 正如徐卫所言 家有一心有钱买金 家有二心无钱买真 众人食柴火焰高 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家人同心 财富便可滚滚而来 山西著名建筑乔家大院 在乔志雍时期达到鼎盛 这离不开乔志雍的经商头脑 更离不开他的至家之道 和顺其家 六祖谈经有云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谦让的家庭再贫也能富裕 和睦的家庭再穷也能兴旺 左传有云 太上有利得 其次有利公 其次有利盐 虽久不废 此之未不朽 家风 于家族而言 永远是最好的传家之宝 范仲淹一生清廉 以节俭持家 就连儿子范纯仁要成亲 也不允许他们铺张浪费 当时儿子范纯仁 娶的是官宦人家的女儿 他想风光出嫁 于是提出用裸起做为慢 范仲淹得知此事后 十分不悦 裸起起为慢之物言 吴家肃清俭 安得乱我家法 敢持吴家 当火于亭 一席严厉之语 让儿媳再也不敢抱恬天物 儿子范纯仁也深受父亲影响 一生勤俭节约 被世人称为不一宰相 人必有家 家必有训 传承好家风 也是传承富贵与兴旺 路久渊曰 家之心涕在于礼意 不在于富贵贫贱贱 家风正 家月兴旺 家风无影无形 却能深入人心 在传承与延续中 主宰三代九族的新欲衰 房子不只是用来住的 里面还有生活 家庭不只有血缘关系 里面还有亲情 房子里放着我们的心衰融入 家庭里藏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愿你我的房子 窗明激进 都暖夏凉 愿你我的家 和睦兴旺 家风优良 愿我们都能在温暖与爱中 看四季 平百味 乐享一生 好了 今天的文字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欢迎你在闻末 为我们点个赞和再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各位晚安 好吗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